美国这是在抢买抢买吗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美国政府正在说服盟友 购买他们的小型核反应堆 这本来没啥热度的 毕竟给自家产品单说客 很多国家都干过 但是很快有细心的网友就发现 美国这次拉客 实在太过离谱了 为啥呀 因为美国核能企业 压根就没有这个产品 他们的技术还在开发当中 从来没有生产和销售过 任何一个小型核反应堆 这就很魔幻了 要知道 小型核反应堆可不是什么小物件 那售价都是按几十上百亿美元来算的 这么贵的东西 不是货币三家吧 起码你得先有货才行吧 结果美国可倒好 明明可以抢 却偏偏要抢买抢买好羊毛 你说其他国家能这么傻吗 我想大概率这件事 最后都得黄了 美国为啥这么着急呢 其实主要还是中国给逼的 在俄乌战争后 能源价格就成为欧美的个大麻烦 而巴以战争后 世界各国都意识到 能源安全已经不是一个价格问题了 而是悬在大家头上的一把利剑 随时都可能要命 因此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世界各国都在准备大力发展新能源 以前被大家抛弃的核能 就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 比如10月份时 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报告分析 未来三年核能将大幅度增长 11月份 欧盟12个成员国呼吁欧盟成立模块小型队联盟 确保欧洲能源安全 12月份 美日韩22国发起核能宣言 全球核能装机量要增加两倍 也就是说 世界各国都将开始大力建设核电站 要知道 核电站可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出口一套核电机组 它的收益相当于出口100万辆小机车 可以带动上下游设备供应商5400多家 提供15万个就业岗位 也就是说 全球核能市场就是一个超级大蛋糕 但是对于欧美国家来说 这并不是一个好事 早在10年前 日本发生辅导核事故后 有些国家就放弃了发展核能 有些国家则研发更安全 更先进的核电技术 而中国是少数在坚持 而且做得特别好的国家 目前我们核能产有三个主要的产品矩阵 分别是 华龙一号 玲珑一号 高温气冷堆等第四代核电站 它们每一个技术都比其他国家强悍 华龙一号是我国自主知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 它的安全性高 能扛9级地震 以及大飞机的直接撞击 并且造价低 首队的价格都比其他国家的三代核电站便宜了30% 可以说在大型核电站领域 华龙一号就是最能打的之一 就连英国核电站当初都邀请中国一起建设 而玲珑一号就是美国在研发的小型核反应堆 它可不像美国一样属于实验室产品 而是全球首个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审查的小型压水堆技术 有官方证书的 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小巧灵活 以前大型核电站占据面积非常大 悬址 建造 成本 维护都很麻烦 不是那么富裕的国家 根本负担不起 玲珑一号可不同 它的体积小 成本大部分国家都能负担得起 更关键的是哪里需要都可以搬到哪里 比如你放在城市周边 它就能为居民提供生活用电 你放在工业区 它也可以提供工业用电 你放在郊区 可以为偏远山区打电 两者的区别 就像大型客机和直升飞机一样 是互补的 华龙一号和玲珑一号 也是中国核能出海的主力军 在巴基斯坦和阿根廷等国家 已经开始应用了 他们也被称为核能出海的双龙会 除了双龙会以外 中国在未来核电技术上也是领先的 比如世界上首个商业化的第四代核电站 高温气冷堆就在中国 它比双龙核电站更加安全 目前已经商业化运行 未来技术完善后将会大规模出口 可以说 中国核电站在技术和成本上都碾压其他国家 因此美国这才着急绑定盟友 希望他们可以购买美国的技术 然而这种事你觉得可能吗 评论区见